到了定位之後 由單位領回 完成編制之後 然後配彈 裝彈 所以這個狀況是一個非常整密 非常周密的一個作戰程序 所以說如果波蘭可以完全到定位 補給完畢 那這個戰爭的勝負已經看出來了 一個是有計畫的運輸與編制訓練 另外一個是 完全是倉皇逃竄 這種補滿武士的這種作戰 那你即使世界第二強又如何 不但翻車 不但你的戰車一一的掉到田裡 被人家打成開灌器 你後面還有什麼士氣呢 對 那其實 這個T72主力砍克 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它是爛戰車 大家覺得將軍講得很奇怪 俄羅斯開就是爛戰車 烏克蘭開就是好戰車 對 沒錯 我就是偏心 不是說偏心 是因為它的戰術不同 它的戰術運用不同 你T72戰車是裸戰車 你是用來做攻擊的時候 你的前方沒有複合式的裝甲 而且你的配彈 彈藥的使用 沒有做過戰術的運用 你全部都配穿甲彈 那可是烏克蘭前面 做守備的這些單兵呢 我是單兵拿著反裝甲武器對著你 你用穿甲彈打我有什麼用 大家千萬不要認為說戰車炮 只要打出去管你什麼彈 一定可以殺傷 用穿甲彈來打步兵叫做笨蛋 因為穿甲彈不會爆炸 穿甲彈不會爆炸 它打出去就跟原子比一樣 是一個鋼彈這樣打出去 打到土裡就鑽進去了 那很多士兵在穿甲彈的附近 炮彈打過來了 我怎麼沒事啊 我怎麼沒事 對 那是穿甲彈 它鑽到土裡去了 它在土裡面燒 我旁邊不會有事 它打戰車才有事 它打單兵沒有用 因為它要硬碰硬 才會產生那個效果 它才會發熱 鋼熱 爆炸 那可是單兵在這裡沒有用啊 你鑽到土裡面去 單兵心想 這什麼啊 這什麼飛過來 所以說俄羅斯有很多的戰術運用 在整個戰績戰鬥 它完全亂了套 我打單兵用穿甲彈 我打戰車用榴彈 那不是瘋了嗎 對不對 打榴彈是打單兵的 它會爆炸的 打戰車根本打不穿 所以說T-72運到烏克蘭之後 他們很清楚 彈種分配的清清楚楚 遇到敵人戰車打穿甲彈 遇到敵人的步兵打榴彈 遇到敵人堅固的碉堡 我打破甲榴彈 它完全是按照這個狀況 所以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剛剛一直在講 這個戰車為什麼會被烏克蘭完全看穿 因為哈爾克夫就有兵工廠 T-72 T-64 其實都是在哈爾克夫兵工廠研發出來的 所以它很清楚它的罩門在哪裡 它的罩門在哪裡 就我剛剛講的不能打頭 不要打頭 我跟你打仗說 這個T-72 T-90M 不能打頭 這個不是每一款坦克 都是一樣的致命箱嗎 不是 M1 A2不是 對 因為它的頭不會爆炸 對 有一種頭打的會爆頭 有一種頭打的只是歐千而已 對 那這個M1 A2 美式的坦克被打到頭就是歐千 可是它被打到頭就爆頭 那它爆了頭就沒有啦 就等開就爆飛了 因為你看 很扁 超級扁 這個二字坦克都很扁 但是它的機台 它的載台 原則上都是以T-72為發展主體 所以前面加裝了很多的反應裝甲 你看這都是反應裝甲 為什麼 下面是鋁帶 鋁帶只要一打斷了 這次失去動力 那這個前方這個是駕駛手 這個是駕駛兵 這是在閱兵頭才會露出來 正常的話它的頭要縮回去 然後這個蓋子蓋起來 只能靠這幾個小鏡子來看 所以駕駛兵這個地方 一定要有反應式裝甲 保護它 然後這是重點了 你看 砲塔的周邊特多的反應裝甲 很多朋友問我說 這是什麼 這一管一管是什麼 是砲嗎 它不是 它這個叫黃銅煙幕彈 這個叫黃銅煙幕彈 它在如果說迪金凌空 或者是被人家鎖定的時候 左右各有 我們一般美式戰車是8發 那俄羅斯比較怕死 它裝了10發 它這個黃銅彈打出來之後 會在天空上產生像 那個灰色的圈圈 跟田圈圈一樣 爆開 大家可以看到 美式戰影片 它只要攻擊的時候 打上去跟田圈圈一樣 那不是田圈圈 那個是黃銅彈 打上去之後 風一吹 整個戰車會被包起來 都是黃銅彈的一片 再配合上戰車的 煙霧排 煙霧釋放排 煙霧排射器 整個戰車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你就可以脫離 可是這一次的所有的作戰 我從來沒有看到 它使用黃銅彈 沒有一次 任何一次烏克蘭射擊 攻擊俄羅斯戰車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沒有使用 所以我嚴格的懷疑 裡面沒有放 裡面是空的 裡面是空的 因為它認為它不會被打 所以它都是空的 這一次T90M如果再不使用 我覺得俄羅斯的螺絲真的兇了 然後這個側面你看 它的複合裝甲特別厚 因為什麼砲塔 這裡面都是彈藥 這個裡面都是彈藥 一整個砲塔 一整圈都是彈藥 那麼這裡是車長的位置 車長的下面是射手 它的裝填手 這個頂門蓋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沒有裝填手 它是自動裝填 所以這個裡面 整個一圈都是彈藥 大概有將近60發 50多發的彈藥在下面 那麼裝填手 因為是空的 所以它的上方的 這個頂門蓋 特別的薄弱 當N老飛彈 或是標槍飛彈 擊中的時候 就從這個最不弱的地方 鑽進去 整個熱能貫充到 整個砲塔裡面 整圈的砲彈 將近68砲彈 一次的引燃 那引燃之後 就叫做連鎖反應 一個炸 整個砲塔12噸 炸飛兩層都高 所以為什麼每一次 我們在看 這個烏克蘭攻擊俄羅斯戰車的時候 就是這樣 這就叫做爆頭效應 每一台車都會爆 再好的戰車 你只要打頭 它就爆 那這個火炮呢 其實它的火炮 是非常精良的 它的火炮 比M1A2還要精良 M1A2是120公里 它是125公里的光塘炮 它是非常準 可是呢 再準也沒有用 你被打爆頭了 就是一團廢鐵 說到軍援 我們還可以看一個部分 剛剛我們在講說 T72來了非常多 可是呢 美國這邊 他們居然 就是說 他們要援助的金額 是非常大 可是出現了一個狀況 問題來了 來 晃哥我要請教 狀況題在哪邊呢 對 軍援有 可是呢 有專家提醒 說什麼 說美國的國防 現在面臨嚴重的 軍火供應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武器庫 你都管給別人 你都會叫別人去營 可能會怎麼樣 半年內說會耗盡 那他說部分的原因是 軍援烏克蘭 那這樣的庫存短缺恐怕要花 上年才能夠補的回來 我現在捐給別人的 到時候我家的這個 比方說米庫 米紅 米紅的米 還要很久的時間 然後呢 像是雷神公司他就講 那我們都是刺針飛彈嘛 刺針飛彈 剛剛將軍也有提到啊 很久都沒用了 因為其實沒有戰事的發生嘛 他說 18年都沒有再跟我們採購了 我們現在如果要再生產 恐怕也會出現一些狀況 也就是說真的會這樣子喔 那後續如果真的一直慢慢的延長 我們知道俄羅斯他的 當然他的這一些武器會消耗 美方的武器在消耗 北約國家的武器也在消耗 你要怎麼樣來看 這個話我是信一半 為什麼信一半 相信的那一半就是說 他的庫存的確 因為最近的消耗數量非常之快 庫存的確是沒有了 那你至於說生產需不需要 那麼長的時間 我覺得倒是未必 怎麼說呢 因為在這一次的烏克蘭戰爭之前 使用最多次針飛彈的 大概是恐怖分子 大概是恐怖分子 因為美國的軍火市場 會透過一些地下的非法的管道 給恐怖分子買走嘛 那這個有部電影 那個白宮危機的第二集 在英國那時候 美國總統那個Marine One 陸戰隊一號 就是被次針飛彈給打下來的 然後標槍飛彈的確 其實這兩款飛彈 對美軍來講 都不是最先進的武器 但是他真的還蠻實用的 所以一直到現在還在用 可是因為你知道 美國已經這麼多年 也沒有在戰爭 阿富汗戰爭也用不太到 刺針跟標槍 所以的確很久沒有採購 那他現有的就是庫存 那為什麼 因為很久沒有採購 你知道不管是雷神公司也好 或是拜登要去看了 洛克希德馬丁也好 這些公司都是在商延商 你沒有訂單 我生產線就會關掉 我一定會關掉 要不然我養一條生產線在那邊幹嘛 那生產線關掉之後 很多機器設備可能拆掉了 那拆掉的時候 你將來要我重建這條生產線 我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這的確他需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在國會聽政會講這個話的人 是美國國防部負責軍備的副部長 那我覺得庫存快用完是真的 但是你說要再花一年 或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生產出來 我不太相信 我覺得他們只是想要多要一點預算 美國國防部的常常在 我跟你講你聽美國國防部的 或軍方的人講話 在國會講在哭窮啦 或是說故意把這個中國或俄羅斯 他們軍力報告常常講說 中國俄羅斯他們的武器多到 我們很缺少對不對 這個時候國會議員都懂啦 我知道了 你要錢嘛對不對 你就是要錢嘛 你就來跟我要錢 大家想想看 以美國的軍武科技 刺針現在還在用 你覺得美國沒有研發比刺針更好的 單兵用的防空武器嗎 一定有嘛 你覺得美國沒有比標槍更好的 單兵使用的反坦克武器嗎 一定有嘛 只是說好 烏克蘭你現在標槍跟刺針夠你用了 那到時候這些東西都用完之後 我會不會後面有更新的東西給你 你覺得英國有星光飛彈 難道美國沒有嗎 英國有N-Low 難道美國沒有嗎 這幾年他們一定會 都會再研發一些新的反坦克 跟單兵使用的低空的防空飛彈嘛 所以他這個這一番話聽起來 聽起來就是這些軍火公司 或是說國防部軍方的人呢 想利用這一次 因為有大量的美制武器 必須送到烏克蘭戰場 這樣的機會呢 能夠再刺激國內的軍工產業 然後讓國會多撥一點點預算 來 玉莎老蕭補充 德國也發生同樣的狀況啊 有些東西是武器啊 年久失修 或是說呢 根本沒有庫存 比如最近德國不是要捐50輛 那個裂暴式防空坦克嗎 可是呢 他庫存的彈藥只剩下兩萬三千發 兩萬三千發你以為很多嗎 不對 二十分鐘全部打完 所以說呢 怎麼辦呢 他必須要跟原廠 這余將軍最清楚啊 他上面裝的那是 俄勒岡式啊 三五快炮 原廠呢是瑞士的製造 所以說呢 可是瑞士又說我們是中立國 我們不方便提供這些彈藥 那沒關係嘛 就德國跟瑞士採購嘛 然後呢 採購完之後呢 再把足夠的彈藥啊 送到烏克來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狀況 最後結論是什麼 租借法案 其實呢 拜登如果真的要 援用租借法案的話 他還有一個放大決是什麼呢 他可以援用國防生產法 現階段呢 並不是在暫時狀態 過去呢 二二三 大家知道租借法案 救了蘇聯 救了英國 救了很多的民主國家 可是租借法案要搭配啊 這個美國總統要啟動啊 暫時的生產機制啊 暫時生產機制就叫國防生產法 如果拜登真的覺得有差的話 那麼呢 就直接啟動國防生產法 因為國防生產法如果啟動的話 就是那些軍工的武器 油門就吹下去了嘛 加速生產 而且呢 這變成是三贏嘛 拜登贏的這個政治的聲望 軍工複合體有的預算 烏克蘭也得救 這就是三贏的措施了 來 于將軍要補充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有在注意 因為我們長期跟美軍 在做軍售談判的時候 其實美軍就常常 我們陸海空三軍 要預算都要的不一樣 陸軍最不會要預算 為什麼會啊 你知道嗎 陸軍人最多耶 陸軍是海空軍的三倍的人 可是我們預算永遠最少 因為陸軍永遠遵行幾個字 勤儉建建軍 對 長官一來 就問我說 你的戰材能不能用 保護長官沒問題 戰力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不要買 那到海軍去 海軍說保護長官 你知道這個船 發現這個船在晃 有快要沉了 我跟你講 這個船用不久了 所以你怎麼這麼勾矣 陸軍就這樣 因為陸軍的長官就要求我們 你會不會講完之後 其他空軍海軍來抗議 不會 他們超會要錢的 但是船會沉 機會掉下 對 他就會跟長官講說 陸軍現在不要給他錢 那個陸軍坦克車 拋錨停路邊就好了 我們的飛機在天上 長官你現在坐的飛機 萬一熄火了 我們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們很需要錢 海軍也是啊 船不行 我會沉掉啊 所以他們都在跟所有的長官說 威脅威脅威脅 把威脅講得很厲害 把解放軍的海軍空軍講得超級厲害 跟鋼鐵人一樣強 然後他們就很有預算 那陸軍就很笨啊 沒有問題 不用給我錢 我請監見 你確定在你離開之後 陸軍還是比較寒蠻恭維的嗎 他現在可以要到M1A2T我覺得應該變聰明了一點 普通話應該要不到 所以美國也一樣 美國的洛克希的馬丁公司 他絕對不是說 我只做單樣的飛彈 他都是模組化 他的每個產線都是模組化 他跟這個國會講說 我們的庫存快要打完了 你千萬不要覺得這次壞事哦 就告訴你 不要再用庫存貨 因為庫存貨比較便宜 我的新產品可以賣給你 我要賣你新產品 他就告訴你 我有新的東西要推銷給你 怎麼會有錢進來 沒東西賣呢 這笑話 我是做軍火生意的 我會賣到供丁 沒有飯吃了 不可能 他是告訴你 舊的沒了啦 這庫存貨沒了 特價品已經賣完了 我現在新品要出來了 有更好的要不要 當然要 因為他是公司 他是做生意的 他要有收入才有研發 有研發才會進步 這是美國軍火工業 不斷往前進的原動力 我們要來看一個部分 來 國聖老師我要請教 最近有一個很詭異的消息 是俄羅斯他的外交部 員工沒有超過一萬五千人 然後有外交資格的 大概算一算是五千人左右 可是俄羅斯的外交部最近 他們說我們這些相關的人員 需要印的是17.5萬本的新的外交護照 你的外交人員不是才五千嗎 你要17.5萬本的外交護照 代表什麼樣意涵 他是要把誰藏進去嗎 第一 這個外交護照 其實在這個 維也納的護照公約裡面 各國共同承認的規範裡面 他是享有比普通護照更多的特權 所以拿到外交護照 老實講是不簡單的事情 那現在人呢 只有這個五千人 為什麼要17萬本 第一 真正用來作為情報工作 一個人不止一本 一個人很多本的 這個重要人物 老實說為了隱藏他的身份 這個照片是同一個 可是很多本 很多個名字 很多個名字 所以老實講17.5萬份 真的只有發給17萬五千人嗎 沒有啦 這個五千人只需要17五千本嗎 沒有啦 這個都需要很多本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從 掩護這個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 這種人老實說 任何國家都絕對不會公佈 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這個是幾萬本 老實說到底發給多少人 一個人拿多少本 這絕對都是機密 但是絕對有很多地下特工人員 必要的時候發一本這個護照 外交護照甚至多本 就是便利他撤出 這點很重要 譬如說當年 我們派在中國大陸 這個有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我們高級的情報員 就是劉連昆 劉連昆在解放局裡面 幹到少將 這個對中華民國 提供很多重要的情報 但是後來 這個匪方發現了 這個他們的機密在外洩 不過這個跟那個什麼 喇叭蛋沒有任何關係 是因為我們這邊 也有人被他們滲透了 所以出賣了這個劉連昆少將 那個時候我們緊急的 就是要給予劉少將 這個特殊的身份 讓他能夠離開中國大陸 那這個特殊的身份 有很多種說法 據我了解 是一個其他國家的護照 對就是讓他以其他國家的人的身份 才能夠離開 因為你現在拿著其他國家的人的護照 譬如你是美國 我不說美國 就假定美國 那他入境的時候 他以美國公民的身份離開 比較不會被流難 絕對不會傻傻的說 給他一個 這個中華民國護照 那中共海關絕對是特別嚴密 絕對是這個 不認名字也會認臉 難怪已經太明顯了 而且再怎麼樣 你拿一個強國的 就是一種基本的保障 這當然就是需要我們 去跟相關國家進行協調 才能讓他們發出來 所以呢 俄羅斯這麼多本的外交護照 第一個 掩護他們的間諜 不只是外交官間諜 第二個呢 正式的外交官或間諜 一個人搞不好好多本 第三個呢 交給其他國家 從事這個情報交換的重要資產 這個很重要 那同樣的 俄羅斯方面 也很在意其他國家的人 其他國家的特工 譬如美國 拿著美國的外交護照 滲透到俄羅斯 這個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偽造 這個俄羅斯的護照 偽造俄羅斯的身份 混進去 所以呢 在俄羅斯 你的身份 如果是 你是屬於情報工作人員 你有資格領 這個外交護照 或者特別護照 他們發這個護照 不是像我們台灣 這個各位 如果有辦公護照 知道嗎 你到領事事務局 拍個照片 對不對 連那個照片 貼在這個 申請書上一張服貼 然後呢 政府就會清查 做成護照 那俄羅斯呢 以前的蘇聯 我一樣 你特殊人員 要特殊領護照 你要拍的照片 不是只有大頭照 是全身照 你的頭 側面 後面 腦袋 後腦勺 都要拍 然後呢 還有你全身照 包括這時候呢 必須脫光衣服 拍全身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 大頭照 人是容易易容 可以整容 可以整容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這個被別人冒充身份 他只要他把這個 冒充你身份的 譬如美國間諜 要化成某個 這個俄國人 整成那個樣子 是可以的 所以 你全身照片都拍 老實在 這樣你不可能整全身 人的身形體態 手的長短 這個腰的 這個 跟這個相互的關聯 搞不好哪邊有個胎記 或是什麼的 其實是很難完全複製的 完全複製 就像身高一樣 也很難完全複製 所以呢 俄羅斯 這個對這種護照 這麼多本 對他自己內部的防滲透 也是非常嚴密 這個定這麼多本 老實說 一定是大規模的 這種特殊行動 撤退行動 正在計畫當中 來 煌哥 怎麼樣來看 其實我覺得 他們印這麼多本護照 的確有可能是在 讓第一個 就是說 如國森老師講的 就是他們的間諜 在烏克蘭活動 或者在西方國家 活動的間諜 準備要大規模撤退 另外一個可能性 有可能是要讓 俄國裡面的一些富豪們 就現在還留在 俄羅斯的富豪 特權分子 對 特權的人 對 他有另外一個身份 可以比較自由的活動 在其他的國家 但是這是非常不尋常 因為你印十七萬五千本 可是你合格的外交人員只有五千人 這個比例真的差太多 真的比例差太多 我覺得西方國家 應該也會注意到這個消息 所以最近如果拿俄羅斯護照 特別拿俄羅斯外交護照的人 可能會被詳細盤查 因為你這個等於是 哪壺不開提哪壺 這個消息一旦曝光之後 所有的北約 歐盟跟美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他大概就會特別關注 你最近有沒有人 拿俄羅斯的外交護照 因為外交護照 跟我們一般用的護照 是不一樣的 你最近只要拿 俄羅斯的外交護照 有進出海關的 大概都會被特別關注 那這樣子反而 我覺得反而是害了 這些特權分子 反而想跑 反而跑不了 因為你會被特別關注 那當你知道 人很奇怪 海關的人員 他們有一個 算是他們的職業訓練 他們很會察言觀色 你心裡如果說有鬼 比如說你夾帶什麼毒品 或者說拿假護照 你的神社會很緊張 假設普丁 他覺得他五月九號 可以打腎臟 那為什麼現在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不像是準備迎接勝利的動作 這個動作比較像是 阿波浪槓的動作 對對對 就是我準備要收拾殘局的動作 所以你從各種跡象來看 感覺不出來普丁五月九號要打腎臟的那種感覺 反而是覺得俄羅斯在這一場戰爭裡面 慢慢的走向失敗的結局了 還有更慘的結局 什麼意思呢 二戰結束前後 納粹很多犯下戰爭行為的這些蓋世太保 或是種族滅絕的人 就持有德國的這個秘密護照跟外交護照 逃跑去的友好國家 他們跑到哪裡呢 跑到智利 阿根廷 但是你以為逃得了一時 逃得過疑似嗎 以色列最厲害的情報單位 摩薩德 居然有辦法天涯海角 把這些易容的拿奇怪護照的人 不管你那個國家給他政治庇護 去把他綁架回來 綁到以色列受審 甚至直接在當地直接暗殺他 所以說這些狀況 這個護照除了給特工人員 給富豪之外 我覺得這些上下其手的 俄羅斯的一些官員 他了解他雙手沾滿鮮血 將來萬一戰爭打敗的話 他是要上國際法庭的 是要被追究責任的 所以因那麼多 還有一個可能 其實這些官員 或是外交部的 這些印護照的人 心裡有數再打下去 我也要連帶負責任 青皇要做補充 對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俄羅斯現在要清理 他在海外的這些情報人員 那你從最近俄羅斯 發生很奇怪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事情呢 俄羅斯從1月到現在4月 還沒有過完 你知道俄羅斯的寡頭 就俄羅斯的富豪 已經死了6個 而這6個裡面 有三起都是滅門 那這三起是滅門的狀況 包括我們講說 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 諾瓦泰克 他的總裁在西班牙被發現說滅門 然後包括我們講說 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的總裁 這個叫阿瓦耶夫 他也是滅門的狀況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 這個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的 這個前副總裁 因為他有另外一個副總裁剛跑回烏克蘭 而且他說他相信阿瓦耶夫就是被俄羅斯給滅門的 那除了他之外 另外一個更確切的是誰呢 是這一位俄羅斯的醫療器材公司叫Metstone Metstone他的老闆叫做梅爾尼科夫 這個梅爾尼科夫他也是滅門 但他為什麼被滅門呢 因為他被烏克蘭的錄音檔發現說 梅爾尼科夫呢 看起來有幫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在招募下線跟其他的情報人員 那結果這件事情呢 大家訝異的是 看起來烏克蘭還沒有處理他 但他先被俄羅斯處理掉了 所以他的滅門手法 跟我們剛剛講西班牙那個狀況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看得到俄羅斯 他在處理他海外情報人員的動作 那但是你也看得到 現在對烏克蘭方面來講呢 他現在在戰爭裡面 不是之前得到馬斯克的支持嗎 特斯拉的老闆 結果呢 現在馬斯克又提出了最新的援助 他這次援助什麼 之前援助你通訊設備 讓你的網路不斷訊 現在呢 因為怕 馬斯克怕說 俄羅斯這樣狂轟爛炸 炸掉了烏克蘭的電力設備 讓他斷電 斷電之後你就受不到 我們訊號了嘛 所以馬斯克好人做到底 現在呢 太陽能板我也送給你 太陽能板送給你之外呢 我連除能電池都送給你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發電完了 因為你不可能整天都是燥嘛 但是你發電完了 你有電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你就有電力可以用 有電力可以用 你就不用怕你的電廠 被這個俄羅斯炸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烏克蘭得到援助 是越來越多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 他是越來越擔心 軍人是不是要有體態管理 對不對 因為將軍你維持得非常好 對不對 我們看那個 張將軍他也維持得非常好 他是飛行員 那我給你請教 雖然說你是裝甲鋁的 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飛官 就是感覺上 營養蠻過剩的 而且你看 他們這個飛行頭盔 我不確定 這是不是飛行頭盔 頭盔戴下去 就覺得有點緊了 這樣子的狀況 合不合格 我們以前在念 戰爭學院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陸海空 三軍陸戰隊都有 你可以發現 空軍的非常注意到 自己的體態管理 他包含我們吃飯的時候 那個吃油炸的雞腿 他說這個我不吃 我不是油炸 我說學長 雞腿好吃 為什麼不吃 他說因為我這個雞腿 貪吃吃下去 下個月的空情體檢 我沒有過 每個月都要空情體檢 每個月都要空情體檢 我的體檢沒過 薪水減一半啊 真的假的 我不能飛薪水減一半 所以他們要求自己 飛行的體態非常夠 還包含了雞奶力 所以你看下午 那個空軍的那個雪關 一定自己要求自己 還有本節目 沒對來賓這樣 對 他一定要去運動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們 因為我們裝甲兵 更不可能有這麼胖的 因為這麼胖 那個砲塔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啊 爬不進去是不是 對 進不去 這砲塔塞不進去 你被那個國塞塞在那邊了 所以說軍人 他當然要要求體態 所以俄羅斯的軍人 會吃得怎麼樣 肥肥胖胖的 我真的 而且還跟普丁拍照 我們以前 如果肚子太大太胖 統帥來 絕對躲得遠遠的 因為他有跟你講 你這個單位是不是太爽了 都沒有在訓練 所以胖子會躲起來 可是奇怪 普丁來這邊 跟他一起爭相而照片 肚子挺這麼大 是肚子挺得越大越有肚量 還是肚子挺得越大 可以放官靠越有官威嗎 所以不可能發生這種狀況 而且在飛行的時候 如果你的血脂過高 脂肪數過高 你在做重機率轉彎的時候 對你的身體不是好事 會高血壓 會暴血管 所以那個是跟生命危險 跟作戰有關的 當然不能吃成這樣 來 郭聰老師 這個只能勉強解釋說 這些都是相對比較高階的幹部 已經沒有在飛 沒有在飛了 因為他們也塞不進去了 所以這個站在總統旁邊 也是比較高階的 第二 可能是凸顯什麼東西 凸顯說 俄羅斯可能平常部隊的伙食 不是太好 但是對外宣傳跟募兵的時候 一定要說很好 實際上進去之後才發現 其實不好 但是這些將領 老實講 這個表示說 其實部隊的伙食 辦得還是不錯的 這點老實說 真的是比較落後的地方 或者是火力比較不好的時候 這個體態 這個觀點跟進步國家 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來講 而且俄羅斯的蘇凱34以上的 這些戰鬥轟炸機 老實講座倉也是蠻寬敞的 因為他們的人其實都比較高大 所以這點也就是說他有個肚子 老實說 相對來講可能這個表示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 表示說空軍其實火石是不錯的 這一點來講 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 以前也是這樣 強調說當兵 在文革的時候說當兵 就是怎麼樣 就是飯可以盡量讓你吃 所以用這個來招兵 所以看起來俄羅斯方面 這方面可能也是有這樣的考慮 火石好的地方說炸雞不要吃 火石不好的地方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營養都過剩 這其實都是一種宣傳 來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來我們最後來聊一點疫情 晃哥我先請教 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 他們到底是怎麼了 那因為最近 大家知道說 有關於疫苗的部分 最近打疫苗的人又變多了 對不對 那有另外一票人說 小朋友呢 小朋友呢 小朋友的疫苗是這樣 中央又宣布說 其實BNT就輝瑞的疫苗 即將要到貨 5月中 可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蔡品坤他說什麼 我們不是才剛規劃 莫德納 我都已經發出去 那個相關的文件說 你願不願意同不同意 就是勾選 讓家長來做 幫小朋友做選擇 你現在又要再進行 不同的這個疫苗 又有新的一批來了 那你就會對我們這個 莫德納的規劃產生影響 於是他罵指揮中心說 降帥無能 累死三軍 有BNT 有莫德納 衝突點在哪裡 我有點搞不太懂 我覺得蔡品坤 你才是莫名其妙 這有什麼 這有什麼好生氣 好不高興的 那好 因為指揮中心在開放 我們是先給莫德納 緊急使用授權 那輝瑞是因為買到之後 昨天才臨時通過 他的緊急使用授權 那好 莫德納會先到 輝瑞會晚到 莫德納現在貨已經到了 那你現在先有的疫苗 先規劃 讓大家打莫德納 那好 後面發現說 新的消息是輝瑞會來了 那當然你願意選擇輝瑞 那也是你的自由 你就等嘛 你就莫德納這一批 你就跳過嘛 你就等輝瑞就好了嘛 而且我覺得 台灣人其實 這個疫苗 選擇品牌這個問題 我們從去年一直討論到現在 被某些人吵出來的啊 對 其實我們知道 世界上 有打疫苗 有這種大規模接種疫苗 大概一百多個國家 大概只有台灣是可以開放 讓你自由選擇疫苗品牌的 你去問我們看美國 如果觀眾朋友 你有朋友住美國 你去問他們 美國是你到打真的現場之後 才知道我今天要打什麼牌子 你如果你不喜歡這牌子 那你就不要打 你就去別的地方打 台灣是三種四種品牌 讓你選 還挑三拣四的 莫德納跟輝瑞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 兩個製程一樣 都是美國公司 這兩家疫苗 以我的標準來講 都是好疫苗 那你如果先打 先有保護力 玩打就玩有保護力 特別是在今天的確診裡面 是有一個 這個因為12歲以下 因為他18歲以下 因為他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他變成 比較嚴重的症狀 所以這個新聞出現之後 我相信家長們 你們自己做選擇 如果說你非有這種 某種品牌情節 非要等輝瑞 OK 那你要冒的 你的小朋友冒的風險 可能時間就要長一點點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先打 先有保護力 先產生保護力 那你就先讓你小朋友 去打莫德納 我不曉得這位蔡炳坤副市長 這有什麼好崩潰的 這個選擇又很難嗎 難道你以為 每個台北市民的家長的小朋友們 都跟你一樣有選擇障礙嗎 但是晃哥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不只是蔡炳坤 因為市政府有一點像是上行下校 有樣學樣 所以柯市長是這樣 他開始在那邊講說 我預估年底的時候 會有四萬人死於疫情 然後他還講說 大概會有四百萬人以上確診 四百萬 四萬人會死掉 他現在把自己當預言神童 你怎麼樣來看他說出這些數字 他這個數字完全錯誤 不要說陳建仁前副總統 他的學生 林士弊 林士弊以前在台大是他的學生 都告訴他 在柯文哲講這個話 隔天就已經在臉書講說 你用錯統計數字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用的所謂 那個每百萬人的死亡率 他是把Alpha跟Delta 全部混在一起算 那你因為現在全世界主流的病毒株 叫Omicron 台灣從今年1月到現在為止 以我們台灣的數據來講 我們的Omicron的死亡率 是百萬分之一 百萬分之一喔 所以已經低到這種程度了 那你用以前的數據 等於是拿明朝的劍 在展清朝的官嘛 你這樣怎麼對呢 你這完全 沒有看不懂統計數據 再來 你覺得台灣真的會有 四百萬人確診嗎 那也不是他發明的 那個其實是上 4月20幾號的時候 指揮中心找了六都的首長來開會 當時台北市 我記得是黃珊珊去開會 黃珊珊就問了一句話說 請問一下指揮中心有沒有預估 我們台灣最多會有多少人確診 我們的國務院有一個模型 他用一個數學模型推估出來 當時陳時中在會中都講了說 最多的時候 可能會有四百到五百萬人 結果所有參加會議的人 都沒有人講 只有柯文哲把他講出來 你是要進行你比較厲害嗎 你當一個首都的市長 你去講這個事情 請問這個 你講說有四百萬人確診 或者四萬人死亡 這件事情對防疫有什麼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台灣人民現在不需要被恐嚇 我們現在想知道的是 怎麼樣安安全全平平安的 跟病毒共存 然後走過這一段 對不對 對那結果你去一天到晚去恐嚇市民說 有多少人確診 台北市會五十萬人確診 後來改口說 我搞錯了 那是累計 不是單日 一天一天一天加起來 到某個日子會有五十萬 但總共出來變成五月十八 變成五十萬 一天五十萬人 台北市一天五十萬人 那全國不是要幾百萬人 同一天確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拜託客文哲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你現在要 只要跟陳時中暢反調 你就會有網路的聲量 可是你為了網路聲量 你為的是什麼 陳時中想的 一心一意想的是防疫 而你柯文哲一天到晚 只會想選舉 你要網路聲量 你的目的就是要選舉嘛 為你今年底的民眾黨 甚至你兩年後 可能要選總統 要拼聲量嘛 問題是拼到這種網路聲量 對你會有幫助嗎 會有任何正面的幫助嗎 大家回顧一下 從疫情開始 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對於疫情的預言 有哪一個是準確的 還真的沒有一次 沒有一件是準的嘛 金皇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說要幹嘛 軟封城對不對 那因為軟封城 他一直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到底是要怎麼樣做 你如果是要軟性封城的話 局處他們還辦了開災節 開災節 你知道那個場面是非常盛大的 那你怎麼會落差這麼大 你到底是要做什麼 感覺上沒有一個章法 各位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自己也知道軟封城 這個話講出來是講錯了 所以他急著在改軟封城定義 因為你聽到封城兩個字 大家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以專業的角度來看 你現在看到的是疫苗的效果 拜託請問中重症率只有0.3% 今天最新的數字 輕症跟無症狀是99.7 在這個疫苗的效率之下 你可能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然後你叫大家封城 影響到大家的收入嗎 不可能嘛 那你明知道不可能 你還要硬講出封城兩個字出來 可見這就像剛剛晃哥所講的 你就只是為了聲量兩個字 第二個我還要講一件事情 今天臺灣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政治家 需要的不是臺灣版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現在已經有人說柯文哲可以改名叫柯南德了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做事跟在做預言預測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他也是柯吉拉 因為自己講了之後要趕快拉回來 講辦法要拉回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臺灣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政治家 而不是一個政治預言家 最重要的是你還常常預測都不準 你現在最需要的事不是恐嚇民眾 你知道告訴民眾 我們怎麼樣走向之後的社會狀況 比如說這個疫情 我們現在打了疫苗之後 現在也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打疫苗的人裡面 他的中重症的比率真的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現在是要鼓勵大家去打疫苗 同時你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現在的疫情是有藥物的 而且藥物還很多元 到了下半年藥物還會更多種 所以全世界看起來在下半年都會走向開放 那在這個時候你丟出了軟封城 甚至你的副市長還告訴人家說 這個叫降帥無能類死三軍 我請問一下大家最簡單的邏輯 疫苗都政府能選擇的都給你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還要罵降帥無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降帥無能 或是在講這個 我們講說軟封城 這個其實都是一種 博政治聲量的行為 再來請教宇小老師 中國的情況你比較了解 中國現在到底有沒有在囤貨潮 尤其是北京的部分 對有沒有囤貨 就看這個官媒的主播 尤其是劉欣 劉欣什麼人 劉欣是CGTV 我們知道CCTV是央視 CGTV是央視下面的海外的大內宣 我在2019年5月底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劉欣了 不是我特別喜歡看主播 結果有一場世紀的對話 這是FOX財經台的美女雷根 然後這就是劉欣 劉欣在那時候他們兩個在吵什麼 美中經貿大戰的正當性 或者是智慧財產權 基本上中國沒有違反 這個16分鐘的影片 全球都在看 那時候我就注意到劉欣了 結果劉欣代表是什麼 形象 他就是黨的喉舌 或是國家的門面 簡單來講 他是比較年輕 會講英文的李春基而已 結果最近發了什麼圖 他就發了圖說 上海疫情很嚴重 我要超前部署 到超商 結果發現架上的東西 通通都不見了 糟糕了 你居然說真話 告訴大家 北京的東西都被搶光了 所以說他立刻就被下架 不論是被下架 還是下架 這邊發明不見了 取而代這是什麼 立刻改掉之前的態度 取而代這是什麼 北京的超市裡面 應有盡有 什麼都有 還會跟蔬菜合照 請問你去買菜 有可能是早上開門的時候 貨都滿了 然後下班的時候 都搶光了是這樣嗎 不是 完全在於說 他政治不正確 立刻那個叫做低級紅 但是他立刻又補了這一篇 糟糕的變成高級黑 你跟蔬菜拍照扭算了 結果眼尖的網友說 你拍的蔬菜上面的條碼 製造廠商跟日期 你自己碼掉了 為什麼碼掉呢 一定有好事者 無聊的話去把它放大掃描 你看 糟糕製造日期是2021年 去年的 你把去年的照片 拿出來呼籠大家 否則請問有什麼動機 你一定要跟蔬菜拍照 而且你把蔬菜的 我剛才說的相關的生產資訊 都給碼掉 這叫做話虎不成反類犬 你下架就算了 但是你考慮到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形象 想要挽救 OK 國家的防疫的機密 跟危機弄巧成拙 演得太大的時候 就會被抓包 我們看台北市長 等同是地方的疫情指揮官 他不是名嘴 可是柯文哲時不時 把自己當作是名嘴一樣 你看那個市府的副市長 是不是也是有樣學樣 唯恐天下不亂 什麼幾百人會染疫啊 什麼幾萬人會死掉啊 怎麼好像 疫情跟他身為地方指揮官 是沒有關係的 指揮官要有指揮官的責任 指揮官要有指揮官的品格 可惜的是 從疫情發生以來兩年多 這一塊我們在柯市長身上 感覺上居然是找不到 這不是市民之福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 賞 結束了 也有